眼前这座古墓的墓主人叫做少乎 他少父才名,胸怀大志 历见管仲和豹树芽,成为千古佳化 如果不是他无私的举荐 可能公子小白就不会是春秋五霸之首了 神州名圣满目营,文石古迹,任远行 大家好,我是任远 现在我所处的位置是山东安囚东昭乎村 这个村子的得名是因为少乎墓 那么这位墓主人有哪些精彩的故事 弹幕扣6,我们直接发车 这里就是写着的旗,少乎陵园 这边是文宝碑,维方市文物保护单位 少乎墓 这边是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少乎墓,安邱县人民政府立 1984年12月 但是这个门没有开 这里是锁着的 然后看这个秀记啊 也得好长时间没开过了 这边有个窗户 看一下,也没东西啊里边 旁边那个窗户烂了 看看这边这个窗户 这种铁将军把门的墓啊 建了也非常多了 所以说都是飞无人机 那么我就飞无人机给大家看一看 当无人机飞起 我们可以看到这座墓的全貌 风土不算高大 前面立有墓碑 周围种满了各种植被 关于墓 我一概借地叙事 不变真假 接下来我们聊聊少乎的故事 喜欢历史的朋友都知道 管仲辅佐公子丘 暴树牙辅佐公子小白 但是这两人的上位 全都依靠少乎的利剑 因为在周王室衰微 诸侯争霸的春秋时期 武力被认为是政权的根本 所以齐熙公最早只聘用了 少乎一人教导公子丘 可以看出少乎在武学上的造诣非常高 当时在齐熙公眼里 管仲只不过是个 会耍嘴皮子的说客 最早管仲觐见齐熙公 宣讲自己的治国理论 还没有说完 就被齐熙公轰出去了 后来少乎看准时机 对齐熙公说 公子丘近来武功已经有所长进 但文才略训 可以让我的朋友管仲教授 齐熙公一开始不同意 因为管仲他见过 但是少乎坚持认为管仲不只是说客 也非常善于骑马射箭 可以弥补公子丘的缺憾 齐熙公认可了少乎的说法 并让少乎为他的三儿子 公子小白物色师父 少乎则推荐了豹树牙 就这样管仲和豹树牙二人才有了教导他们的机会 齐熙公有几个夫人我们不知道 但是他子女的排序我们这里有 长女是宣江 然后就是长子 主儿次女文江 二儿子是公子丘 三儿子是小白 四儿子是彭生 那么这么多儿子中 为什么这个齐熙公只给公子丘和公子小白配了老师呢 如果你打开上帝视角 你会发现齐熙公非常英明 首先 长女宣江被嫁给了魏宣公的儿子公子吉 但是因为貌美 魏宣公把自己的儿媳妇变为了媳妇 并且宣江给魏宣公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叫公子寿 一个叫公子朔 然后又与他的原配 也就是公子吉 发生了一段凄美的故事 大家有喜欢看呢 可以翻翻我深陷太子种的视频 长子主儿就是我们说的齐乡公 早期就与媚媚文江私通 后来被齐熙公发现 生差拆散了 把文江许配给了魏宣公 后来主儿登位 然后就变为了我们正常说的齐乡公 然后又与文江私通 结果被魏宣公给发现了 这个齐乡公命令自己的弟弟 也就是彭生把魏宣公给杀了 之后他又把彭生杀了 向魏国去交代 所以说大家经过这一番解释 应该也就明白了 这所有的孩子中 只有两个是正常的 一个就是公子鸠 第二个就是小白 齐熙公因讨伐纪国失利 激活公亲一并不解 经过考量 最终还是选择传位 给相对强势的大儿子 公子主儿 并踏前 齐熙公交代公子主儿三件事 灭纪国是头等大事 这可是世仇 因为纪侯建之舟 所以周天子把齐熙公的祖辈 齐哀公给碰了 第二件事就是赶快娶妻生子 第三件事是把自己弟弟的儿子 公孙无知叫来 对着主儿说 这是我的同母弟弟的儿子 你要给他太子一样的待遇 主儿继位变为了齐乡公 对于老爸交代的第一件事 完成的很漂亮 但是第二件 娶妻生子被他抛在了脑后 因为没有人管 接着与文将私通 就发生了刚才所说的故事 但杀掉鲁桓公还不算完 齐乡公把文将继续留在了齐国 俗话说 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 这不合规矩 鲁国前使去齐国 要求文将归鲁 齐乡公虽然不舍 但碍于公论 不得不放行 但是文将走到今天 济南长青一带 又不走了 鲁国继位的鲁庄公就在这里 为母亲文将修主行宫 齐乡公则以狩猎为名 经常前往不理朝政 但是豹树牙这时犯了一个错误 他让公子小白去规劝 结果得罪了齐乡公 权衡利弊之后 豹树牙悄悄的带着小白 跑去了举国避难 这第三件事 齐乡公更是直接 这边齐乡公一咽气 那边直接免去了 堂弟公孙无知的同太子待遇 齐乡公迷恋妹妹 引起后宫莲夫人的怨恨 与他的哥哥管之父 里应外合 把齐乡公给杀了 立公孙无知为君 史称齐前废公 新国军出力 需要朝贤那事 管之父向公孙无知 推荐了管仲 管仲与稍呼商议 觉得公孙无知 这叫篡位 长久不了 所以决定效仿包树牙 考虑公子鸠的母亲是鲁国人 所以二人连夜带着公子鸠 去到了鲁国 公孙无知继位 对大夫雍领无礼 公元前六八五年春 公孙无知到雍领的地盘去玩 雍领一不做 二不休 趁机杀了公孙无知 按照兄中弟级的礼制 齐国准备迎公子鸠为军 但是当时的鲁国大臣 认为与齐国有仇 于是一直没有放行 根据左传记载 公元前六八五年春 公孙无知被杀 一直到了夏季 国军的位置一直是空的 因为鲁国迟迟不放公子鸠 所以齐国的大臣 把消息泄露给了两位公子 谁先到齐国 谁就是国军 因为去齐都临滋 举进鲁远 这才有了管仲射杀小白的剧情 无奈小白演技精湛 率先抵达齐都 成为了大名鼎鼎的齐桓公 但是包树牙考虑 现在管仲和少乎都在鲁国 如果这两人被鲁国所用 以后肯定是心腹大患 所以包树牙力劝齐桓公 除掉公子鸠 把少乎和管仲召回 为国效力 并且包树牙认为管仲 才是一国之相的最佳人选 齐桓公认为管仲 差点把自己给杀了 现在要立他为相 肯定一百个不愿意 通过包树牙的劝说 最终齐桓公认可了这种说法 鲁庄公得到书信 召集大臣商议 是杀公子鸠 还是留下公子鸠 最终决定杀了求和 对少乎和管仲按书信要求 需要押送给齐国 就在他俩将要被押上 球车的时候 这时少乎却做出了惊人的举动 少乎那是仰天大痛 说了几句话 为子死孝 为臣死忠 我要随子鸠去了 说完对着殿前的柱子 一头就撞过去 直接撞死了 那么我们反观管仲非常主动就跳到球车上去了 这时候鲁国的谋士起了疑心 幸亏是报数押提前预知 已经告诉了使者怎么做 使者说 这个管仲当时是我们国君 我们国君对他是咬牙切齿 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 我们国君要求我必须把他带回去 我们国君亲自把他给咔嚓掉 所以说鲁庄公一想也是这么回事 就把他们给放行了 孔子的弟子子璐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齐桓公杀公子鸠 少乎自杀以训 但管仲没有死 管仲是不仁吧 关于这个说法 大家是怎么看的 接下来管仲回到了齐国 一段春秋大戏才自此拉开 齐桓公亲自到城外迎接管仲 和他坐下一起谈论天下大事 听了管仲的见解 齐桓公觉得非常有道理 于是唯以重任 管仲也没让齐桓公失望 因为齐国在管仲的料理下 很快变为春秋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 齐桓公也变为了春秋五霸中的第一霸 管仲和鲍树牙对于少乎之死深感悲痛 经过商议 最终决定把少乎安葬于管仲设差小白的地方 其实管仲把少乎葬在这里 就是要告诉世人 我辅佐公子鸠的时候 也是尽心尽力 绝非不忠不义之人 所以这就是这座少乎墓的来源 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 关于墓 我还是借地叙事 不变真假 接个平台聊聊这位几乎要被世人遗忘 管仲和鲍树牙的伯乐 他明知归齐之后会得到重用 但坚持卫君死结 这符合当时的伦理道德 对于管仲和少乎而言 两人或许有相同的谋略 但两人性格不同 而且两人寻找梁木的初心也是不同 管仲的初心在设计 少乎则是在公子鸠 管仲把少乎埋在这里的良苦用心 的确有效果 因为两千多年来 不少人谈论少乎和管仲 留下了一种说法 少乎殉死比活着光荣 管仲求生比殉死伟大 一次旅程三五故事 少乎木就为大家分享完毕了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喜欢远视频的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弹幕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下期视频